今天要從一碗麵的故事開始聊起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發生在上個月 我有一對朋友 那老仙人70歲了 老太太大概也快要70了 然後呢 他們就講了一個 他們吃一碗麵的故事 他們有一天去永康街吃牛肉麵 然後呢 老公就叫了一碗麵 然後還叫了很多的菜 那老婆的意思是說呢 那我一碗麵我吃不下 你就叫大碗的 我分你一小碗麵這樣子 我可以吃很多其他的菜 可是老公就說 大碗的麵跟家大 只是多一坨麵 肉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我分你一小碗麵的話 我還要分你肉 那我的比例就會不對了 其實說 這對夫妻是 財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先生認為 你就多叫一碗麵就好了嘛 那太太就說 我就是吃不完一整碗嘛 我就是不想浪費嘛 好了 當然後來那一餐飯就吃得 不是很愉快 可是呢 我們那天吃飯的人呢 我們大家都困擾 困住了 太太說的也有道理啊 不是有錢就可以浪費嘛 對不對 我就吃不完 你飯我一整碗 沒關係 那先生講說 問題這麵這樣就不好吃 我們逛逛的外面吃飯 我們想吃到這樣這麼不鬆快 所以今天呢 到底這一碗麵背後的一個道理是什麼 這一類的狀況 通常女性她會 她可以叫一碗麵嘛 就好像她自己是 可以擁有海洋 但是她就一定要透過她先生 拿到那一滴水 她就是已經鎖定了 她的滿足來源 必須是這個老公 那這個東西鎖到的時候 其實太太也很 就是很打劫 很痛苦 那這種時候 我覺得內心是因為 習慣了要看到男生 就是一定要讓他有一點點吃虧 有一點點不方便 簡單講就是要 凹一下他本來的那個界線 這樣才感受到愛 對 就是剛剛H 她一直在維持的那個 老公的那個界線嘛 可是這種女生就是 就是見不得你有完整的界線 她剛剛不一直講那個完整嘛 那那個完整對我們來講 就一直要挑戰 我就是一定要把你的完整 撥一個洞然後擠進去 這樣才有存在感 沒有 我沒有那麼複雜 我只是不想浪費啊 對 那是意識上的東西 因為老公其實反問她兩三句 就完全可以挑戰掉 她邏輯上根本就不是為了 怕浪費 她其實有更多浪費的地方嘛 你去開開太太的衣櫥嘛 什麼叫浪費你就很清楚 可是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要追溯到的是 為什麼會聚焦在吃的東西上面 因為我想我真的 有很多個案是這樣 我覺得吃是蠻容易牽動 人很嬰幼兒的記憶 所以在作為一個嬰兒的時候 其實是透過大人餵食你食物 或者說你確定大人會把你 對 口譽的那個東西 是完全沒有人我的分界 所以口譽期的需求 其實就是說 你要完全滿足我 所以這表示這個女性 她在某種程度上 停留在幼兒對愛的理解上 她沒有辦法用成人的方式相愛的 可是因為我們一旦跟 什麼時候確定 這個是我的男朋友 就是我可以跟她吃 共食一根冰棒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們是有 是一種親密關係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其實她在乎的是這個 是 OK